今天的又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日子 我的小型的加工厂 盼望将近有一个月了 终于可以试生产了 这样的一个小型加工厂 年收入个十六万 高达三十五万 甚至四十五万都会有的 投资下来不到九万块钱 屏幕前的朋友 您的跟手的镜头 咱们看看这样的加工厂 到底是干嘛的 你对这样的加工厂 究竟会 有没有想发表自己观点的 跟手的镜头咱们看看 到底是加工什么的吧 工人正在里边干活 我的这个小型的一个加工厂的位置呢 就在那个三间房 一二三玻璃门 玻璃窗 一个颜色玻璃门 就在这里 路子也是比较广一点 比较广的 路还挺好的 因为刚开始呢 就展了个小的门面 简单加工 凡是在上个月的 三个月十八号 十七号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都应该知道 我在那个时候 我去了一个叫做一个加工厂 在山东那一块 我去了 考察差不多 于是休想搞着那个 我自己想搞 那次发了视频之后呢 很多粉丝都说 哎呀 你就这卖色备的 我卖个谁啊 我自己买 不了解我的人啊 乱说一气的什么都有 了解我的人就知道了 咱们废话不多说 咱们走进这个小小这个车间里边看看 到底是怎么样 干的啥活 看见的工厂 在你们那边 行不行 这是部分工人啊 骑着电车来这里上班的 工人现在自备箱都在这里 厂子呢 这是这样的一个厂子 投过视频呢 咱们都会看得出工人呢 都是在 有序的 忙活着 这活累吧 也不算是很累 说不累吧 就是熬时间 就这么回事 由于刚开始 上班的人还并不多 不过陆陆续续还正在招聘 陆陆续续还有 很多人来这里应聘的 就包括这个打电话的 这个大姐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就是这么回事 通过视频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基本上都是 手工活都是比较多 机器做的也有 像大家看到的一些焊锡啊 还有刚刚那个绕线 真的用的要设备 包括我刚刚在我身边的那几个大机器 也是全部用在这里干活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型的加工厂吧 就是这个样子 作为屏幕前的朋友您呢 你觉得这样的怎么样 在你们那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型工厂呢 能不能一年赚到四来万 甚至二三十万四五十万的 我上次去山东那边考察的时候 人家设备高一点 设备多一点 设备差不多有十多台那样的大的设备 大的设备差不多 如果一个月反正是能够赚个几万块钱吧 几万块钱是三万到四万块钱没问题 年收入个三四十万 还是有的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加工厂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绕到这里了 大家有没有对我这样的一个小型加工厂 有没有想要发表自己的观点的 大的评论区和大伙们分享分享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见